印尼司机遭地痞拦路收费总统震惊要管 印尼总统佐科威近日接线来自各地的70名载货卡车司机 司机们抱怨行经苏门达腊东线公路时 常被地痞流氓勒索过路费 佐科威立即指示警察总长查击整毒 佐科威近日在总统府接线来自雅加达 苏门达腊已至加里曼丹的70名载货卡车司机 他先向司机们说明政府在最近三年来的建设重点 包括公路、港口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建筑工程 佐科威也表示 修复公路等基础设施 有助抑制向来高昂的交通及运送费用 有了基础设施 足以缩减距离而降低费用或物价 佐科威说 政府希望一旦运费降低 物价必然降低 印尼现在与其他国家竞争 贸易过程若不能更省时 更便宜 印尼产品将落后于其他国家 此外 佐科威询问司机们在公路上是否还有额外收费 多名司机趁机向总统土苦水说 从战碑到棉栏沿路 最猖獗的是苏门达腊东线公路 亚齐边界至棉栏一带地痞流氓最多 司机们说 他们宰货经过这些地方 就要付费给地痞流氓 否则会遭殃 像是有的司机的车子被地痞流氓放火烧掉或是后照镜被打破 也有司机被流氓拿刀架在脖子上 或是钉子刺破卡车轮胎 佐科威听闻这些情形相当吃惊 他知道有些司机被勒索的金额高达200万印尼顿 约新台币4350元 觉得无法无天 佐科威在听了卡车司机们的抱怨后 下令警察总长迪托 Tito Carnavian 与所属应到现场查击 必须遏止流氓勒索